喝酒为什么会快乐? 喝多少会断片? 这三个阶段喝酒的危害更大 在一个寻常的周末聚会中 李先生经历了一个他难以忘怀的夜晚 作为一个偶尔饮酒的人 他并不陌生于酒精带来的那种暂时的欢愉感 然而,这一次他在不知不觉中超过了自己的极限 这场酒局不仅给他带来了难忘的快乐 也给他带来了第二天难以承受的头痛和记忆断片的困扰 这一经历促使他思考 喝酒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快乐? 又是怎样的机制使得人们在某一刻失去了对酒量的控制 甚至导致记忆断片 饮酒带来快乐的生理机制探秘大脑深处 酒精与大脑一场复杂的化学舞蹈 酒精的快乐之谜源自于他对人脑的深刻影响 当酒精进入人体后,他迅速被血液吸收 穿过血脑屏障,开始在大脑中发挥作用 他首先作用于大脑中负责情绪调节的部分 尤其是增加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 这是一种与快乐感、奖励和满足感相关的神经地质 多巴胺的增加 给人带来一种短暂的愉悦感和满足感 这也是为什么在初期研究时 人们会感到轻松愉快 酒精还能减少大脑中抑制性神经地质 减氨基丁酸GABA的活性 从而减轻人们的抑郁和焦虑感 进一步增强了酒精带来的快乐感 研究快乐的生物学基础 除了直接作用于神经地质 酒精还能影响人的内分泌系统 如促使肾上腺释放更多的肾上腺素 进而使人感到兴奋和活跃 同时它还能暂时抑制前额叶的功能 这是大脑中负责判断和决策的区域 这种抑制作用减少了人们的自我约束能力 使他们更加放松 也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情感 从而增强了社交互动中的快乐感 然而这种有酒精带来的愉悦是有代价的 随着酒精浓度的增加 对大脑的影响也会逐渐加深 过度研究最终会损害大脑功能 导致记忆障碳 判断力下降 甚至出现记忆断片现象 断片的科学解释与预防 何为断片 研究与记忆的失联 断片在医学术语中 被称为酒精性黑outs 是指在研究后出现的短暂记忆丧失现象 当人们研究达到一定量后 大脑中负责记录新记忆的海马区受损 导致个体无法存储新的记忆信息 尽管此时他们可能仍能进行对话 行走甚至完成复杂任务 这一现象与简单的旺季不同 因为它涉及到大脑处理和存储新信息的能力受损 而不是之前已存储记忆的丢失 如何预防断片 控制饮酒量 适量饮酒 是预防断片的第一步 建议男性不超过每天两杯酒 女性不超过一杯 缓慢饮酒 给予大脑足够的时间处理酒精 避免短时间内饮用大量酒精 餐前饮酒 空腹饮酒会加速酒精吸收 食物可以减缓这一过程 选择低度酒 高度酒更容易引发断片现象 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疲劳压力等因素 会降低身体对酒精的处理能力 从而增加断片的风险 饮酒危害的三个阶段 初期阶段 轻微生理反应 初期饮酒可能带来愉悦感 和轻松的社交互动 但即使是在这个阶段 酒精也已开始对身体造成影响 轻微的生理反应 包括蛋不限于血压轻微上升 轻度消化不良 睡眠模式的轻微改变 中期阶段身体适应与依赖 随助饮酒量的增加 身体开始适应酒精的存在 这一阶段可能出现对酒精的身体依赖 表现为饮酒量增加 身体对酒精的耐受性提高 此时个体可能会经历情绪波动 记忆力下降等神经系统改变 晚期阶段 严重的健康问题 长期大量饮酒将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包括肝脏疾病如肝炎 肝硬化 心血管疾病 神经系统损伤 精神健康问题等 在这个阶段 断片和记忆丧失可能成为常态 严重影响个体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 了解饮酒对身体的影响 尤其是其对大脑功能的影响 对于健康饮酒至关重要 通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可以避免饮酒引发的记忆丧失 和长期健康问题 记住 健康饮酒不仅是个人责任 也是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